尼里吉娜还是得主动攻啊 现在这个弗尼耶那边没有什么机会 是 自己想回来 给到德克罗 其实前场篮板球是第二时候 串联这个进攻 没有他呀 看不出来 准 德克罗 压哨三分命中 帮助法国队把分差缩小到五分 拉贝里的反击的机会 好球啊 好球 法国队其实开局 18的20比7 那米尔斯呢 反而拿不着球了 尼里吉娜防弹的时候是高防小 他是1米98去防弹 德克罗给回到巴图姆 接球就投外线怎么样 漂亮 需要巴图姆站出来 现在马 还用不着隔练 防到位了 但是一个掩护之后 给到德克罗 接球就投准 准 小贝斯 空中直接被巴图姆拦网 这是刚叫完暂停 干个反击 德克罗 再进 连拿4分 现在比赛啊旋进 他这个有经验的 更有经验的伯格特 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伯格特在场上的作用和存在感要大于贝恩斯 对 阿尔比西呢身高太差了 就是所以没有进攻机会 德克罗 往里给波伊尔漂亮 这个球完全把伯格特调到了外面 给 那还是不上来 你看还是接着我按我的轮换在底下卸着 但是法国队不一 登台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超轻的 上来德克罗接眼后直接胡顶八三 时间比较长 但是好在米尔斯今天是利用场上在西红 其实巴图姆应该再跑啊 德克罗的球真是坚决啊 三分赛动 德克罗第四节上来第二个三分球 德克罗现在是站得住 他也不是打主打中锋 但是他德克罗 利用大哥之间的这种配合呢 攻得非常坚决 对 所以呢这个球英格尔斯其实没跟上啊 对 但是伯格特的补防还是到位的 夫妮漂亮 这回第三个啊上篮进了 哎 他其实 他抢断不行就反规 他拿住拿住 但是德克罗根本就不给你犯规的实际 他都不坚了 得不坚了 剩下来的那些人 除了巴图姆可能年龄上去一点 其他都很年轻 是 是 是